陳家沛議員 多謝主席 我想首先我也想說一說 雖然這次8月1日暫緩 我也想認可我們這次局方 和謝局理和你的團隊的努力 因為其實這幾個月 我也知道你們是跑了很多長的 和市民去會面的一些講座 希望市民可以更多理解這次計劃 當然其實今天這個結果 就是做了很多不同的民意調查 包括我們新聞黨其實都有做一些民意調查 都見到和謝局剛才你說的一些發現 其實都是非常之一致的 市民大部分都是對這個計劃 就是覺得為什麼要我多花錢 其實我覺得最核心的問題就是 我們政府的初心和市民的心 不是同一條心 大家的目標不是很一致 可能市民需要多些的 我們政府初心的目標究竟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希望政府這次就著這個契機 在市民對這個環保議題上這麼關心的這個時機 其實不要放軟 我希望我們現在有這麼多綠色的袋子 做了在這裡 不用收錢去用了 派給市民去用了 那可不可以用這個契機 除了剛剛局長說的 比如在公屋 又或者是簽了約章的屋苑之外 譬如有一些特別支持環保的人士 如果你可以吸引一下他 怎樣可以登記做這個 綠仔的會員 送些袋子給他 又或者你做多一些工作坊 你來了工作坊之後 我又送個袋子給你 那我希望就是 不要在這裡停了我們的宣傳教育工作 因為其實我們環保工作雖然這一刻是有些阻滯 但是我們也要繼續走 繼續向前走 那怎樣令到市民對我們 之後再推行是有這個信心呢 其實大家希望藉著這個時間 就將這個初心 大家的初心拉近一點點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建議 就是怎樣去增加市民的參與度 第二就是 就是我們現在一邊說 局長剛才你說一年之後 你要增加多少個回收點 增加多少廚餘等等 其實我們的廚餘的百分比 我希望你可以定一個目標 給自己一個KPI 不只是給我們政府或者給立法會 我希望給全港香港市民一個KPI 我們有些什麼目標 希望達到那個回收量要多少 最後一個呢 有一點點問題的 最後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那個環境 我們自己 郭芬你的委員會裡面 其實之前有說 有一個討論的item 一直都沒有討論的 就是那個關於 規管住宅回收物的 妥善收集和處理 我想問 這次這個8月1號的延後 會不會影響這個延期 麻煩主席 有些人 有些人